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2021 响应国际爱与和平乐系列讲座 今天的主题是 大人冤枉啊 花甲之年的呐喊 在古代当人民受到冤屈时 就会到官府几股民冤 期盼青天大人明察秋毫 来到现今 当你受到冤屈迫害时 你该怎么办呢 多年来在总统府前 监察院 财政部前 都会看到一群人 顶着烈日 淋着大雨 到处去晨晴 他们到底有什么冤屈要生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支影带 大人冤枉啊 古有几股民冤 晴天明见 新冤屈 为什么你看不见 现在大人都近视 看不见人民的苦头 为什么你听不见 现在大人都中听 听不见人民的心声 为什么你看不见 现在大人都无感 你怎能没感觉 为什么你听不见 汤上一点珠百姓签 低血虫骨至今流不停 国家机器长黑幕 重重黑手暗操纵 司法税务行成双手间 步步列砂绝对不留情 关关相护 好大喜空的检察官 无中生有不守程序 招招银行追杀令 好像在演场首剧 关关相护 横针暴恋的国税局 他不查证据 他不求证 张张碎单 地址不停开 关关相护 行政法院来护航 世事驳回又重复来 究竟不会成 愿意归小生 看不见 检察院大人 正义在哪里 为什么你听不见 检察院大人 还我名利财产 好多考虑 搜索 压人不解释 整件事情根本就嘲讽事 说实贪心自救会 断水断电又疯管 检察官整个黑幕 人民组法院清除怕走卡 二十年的青春隆重撩下去 寒累寒怨寒无名 真相只能看下去 张富天 博税局大人 杨心在哪里 为什么你听不见 博税局大人 撤销违法吹难 大事实 天外飞来天文字 不看真相 圣语不是补习废 不顾人权 冻结财产建筑 近万年岁当 五线轮回一直开 拿人民薪税打政府官司 一庭接一庭 一手换一手 电球记忆前拿来 打分师谁怕谁 人薪税家伙税 自己决意向谁逃 总统大人 人民约旺啊 总统大人 主持共产 一位 一位 看基本院案 是个简单的事实 就连三岁小孩都看得出来 偏偏有些官员 他上班不带脑 只想要自暴 只想要升官 真假是非政府 傻傻分不清廉 学者专家都看不下去 建材云就正宜当放屁 人民越岸 无限拖 这些责任根本没人力 能备人民辛苦的纳税钱 国家机器完全都失赢 破古扬名 千古罪人 正言会出播重逢 言公开真相接黑幕 正言准快说播重逢 言公开真相一起接黑幕 影响 撤销迫法罪弹 撤销迫法罪弹 定法一二一左 定法一二一九 以後 法罪进队寒 法罪推荐 行证台湾 原来二十几年来 这一群人受到司法税务的双重迫害 到底真相是什么 今天我们邀请到当年亲身经历这些过程的太极门师兄世界 来分享他们的故事 首先我们邀请林先生 林先生是一位很朴实的人 当年经历这些一定对他造成很大的憧憬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大家好 入门前我是从事运输工作 已经一天工作时间16个小时以上 长期操劳下来 肝身都出现了问题 探遍中医期都没有什么改善 在一次因缘聚会下 入太极门练功 短短的三个月内身体改善非常的多 精神体力都变好 真的非常感恩我的师父 让我在太极门里不只是练身体 同时跟着师父学习做人处事修身养性的人身智慧 用来应变事局 在工作上生活中 接人平安顺遂 但是民国85年因宗教扫黑 太极门遭受无望之灾 遭布什立民捡取之后 高雄新竹地检署都查无不法 而行政签结 安然无事 然同样是不实检举 侯宽人检察官 尽无事高雄新竹之调查结果 违法一事三办 滥权搜索侦办太极门 侯检察官因查无犯罪证据 以起诉前六日 传讯国税级官员史月生做伪证 当时媒体铺天盖地大肆报道 让我周周的亲朋好友 酸员酸语 说你被骗了啦 说你们太极门养小鬼啦 走在路上都被人指指点点 甚至我的妈妈也很担心我被骗 叫我不要穿练功夫到处走 因为老人家的担心 让我身心倍感压力 却白口莫辩 但是我相信司法 总有一天会还我们清白 然多年之后 史月生向媒体表示 太极门案件是由侯宽人主导 暗花当时侯宽人找他去作证 只是做作样子 史月生还爆料指出 那时候人家找我 我就跟他讲 这案子有问题啊 没有人要听嘛 他认为半岁捐要看证据 太极门案要等证据 钱从哪里来 解释不清就不能算 但是调查局试调处仍然质疑要他 就这样办 显见检察官指控太极门逃漏税 根本是无中生有 检察官和国税局套招 产生的违法税单 早就应该立即撤销 虽然太极门检案 在民国96年7月13日 台湾最高法院三审判决确定 太极门无罪 无欠税 而国税局却无视法院判决 居然说法院判的不算 真是荒谬至极 并继续开出违法税单 令人愤慨 国税局仅凭错误不实的起诉书 没有实际调查所得性准 就开出违法税单 就这样临时太极门25年 甚至在2020年的8月21日 更违法拍卖了苗栗地区太极门修道场所预定地 收归国有 严重侵害太极门师徒人权 在此呼吁政府 能苦民所苦 拿出良心 解决太极门冤错假案 归还太极门的修行圣地 维护人民宗教 及信仰自由之基本潜力 谢谢大家 听完林先生的分享 真是令人瞠目结舌啊 检察官办案不用看证据 税监单位也不用证据 就可以开单课税 这还算是有法治的国家吗 这样明显违法的事 竟然拖了25年 还迟迟无法解决 难道真如刚刚那首歌所写的 官官相护吗 接下来我们邀请到一位 专业的护理师丁小姐来分享 当年太极门案件发生时 她是如何面对的呢 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一位专业的护理师 那因为工作因素呢 我常常生活作息不正常 工作压力也很大 所以我健康就亮起了红灯 还好在一生同仁的推荐之下呢 他推荐我入太极门练功 我练功之后 我身心都获得很大的改善 而且每天变得很开心 也很快乐 可惜在民国85年的时候 火宽人检察官 假借宗教扫黑的名义 以政治整数的一个出列手法 做出灭我太极门的恶劣行径 我每天开心练功的一个道馆 快要被查封了 对当时我才练功六个月的我来说 心里面真的非常的害怕 也非常的恐惧 心里在想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明明是一个可以让人变健康变快乐的地方 而且电视上说的怎么跟我看的都不一样 我真的是匪夷所思啊 侯宽人检察官呢 认定我太极门有养小鬼 这样子更创下司法史上检察官 采信鬼怪之说的一个首例 举证人证词前后不一 无法作为定罪的一个依据 民国91年3月4号 监察院调查意见中 有列出侯宽人检察官 侦办太极门案 涉嫌有犯有 违法侦查不公开违反搜索 冻结资产 建阅之前命各县市政府 对各管封管等八项的重大纠正 并将此案列为重大人权保障的案件 检察官呢 接受监察院调查时 他也承认 他只依证人的片面支持 就加以认定了 并没有详细去调查 所以这样的起诉书 当然无效 依法不得提起公诉 更不能作为克罪的依据 监察院甚至于要求法务部将 活宽人从严究责易处 却因为官官相互 没有受到惩处 这样子的违法栽赃 向害无辜 人民的检察官 竟然还容声联正署的副署长 请问 那其他的检察官 是不是要一样化葫芦 他一样照样可以升官呢 那台湾法治还有廉政可言吗 民国96年的7月13号 最高法院三审判决 确定太极门无罪 无欠税 无违反税监基增法 司法终于还我太极门清白了 我的师父师母及师兄师姐 也获得国家愿意赔偿 按照道理来说 应该是雨过天轻了 太极门理应回复昔日清静修行 但是国税局居然说 法医院判的不算 继续开立违法的税单 国税局苦苦相逼 行为作风有如抢肥 国税局唯我独尊 他说了算 凌驾一府五院之上 这25年来 我参加过武术厂的陈寝活动 也写过陈寝书 但是都时辰大海 我有两个可爱的小孩 他今年念小三跟小五 我和先生常常带着他们出席 一场场的陈寝活动 他们常常问我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 我拜托小英总统 苏贞昌院长教教我吧 他们说 妈妈 师父是好人 也常常教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 也教我们要爱自己 爱国家 爱社会 可是我怎么觉得 我们的国家不爱师父 也不爱我们 为什么呢 请问敬爱的小英总统 苏贞昌院长 怎样可以让我的小孩子 在台湾快乐健康的成长 长大之后 可以大声骄傲的对国外有人说 我来自台湾 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 重视人权的国家 我爱我的国家 我的国家 也很爱我 谢谢 听到丁小姐这么真心的分享及呼吁 我想观众朋友可以清楚知道 太极门甲案其实就是检察官违法滥权起诉 国税局违法开单磕税 行政执行署违法拍卖资产 收归国有 这一次又一次的司法级税法的迫害 到底有谁能承受得了 太极门师徒坚持追求的公理正义是什么 接下来我们邀请到一位军职退休人员 黄先生来分享 忠贞爱国的他 呼吁政府有错就改 才是人民之福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为进入太极门之前 我以军职身份在国防研究单位工作 我在85年7月进入太极门 12月19日 我官人检察官就对太极门展开无情的迫害 真是令我震惊 太极门是一个促进世人身心灵健康 弘扬中华国最文化的传统武术修行门派 50年来在师父的带领下 师徒一行以爱为出发点 用文化交流自立自费走遍大洲 亲访超过100个国家 3000多场国内外文化展演交流 更促进国民外交 让世界看见台湾 本人有幸参与87年5月30日 端午嘉年华会的活动 有一天 插台时突然下大雨 立即有师兄称赞帮师父遮雨 师父却选择走出散外 和弟子们一起淋雨 此一场景至今能记忆犹新 这就是我在太极门的真实感受 最近有一则新闻引起我的注意 那就是国防部承认错误 主动废子苏永胜 因病死亡的抚恤处分 重新核定为因公死亡 还家属公道 国防部是有错就改的砍模 值得家属 相反的财政部却做了错误示范 明知有错也不愿意更正 太极门为名门正派的 气功武术修行团体 没有税的问题 财政部国税局未经调查 就于86年对太极门开出 80到85年的税单 对太极门进行税务的迫害 最高法院终于在96年7月13日 宣判太极门无诈欺 无讨漏税 无违反税捐基增法 国税局就应该依法撤销 莫须有的税单 但国税局一错再错 就是不愿意撤销税单 让太极门继续遭受税案迫害 108年 国税局终于承认错误 却选择性的将82到85 五个年度的税单更正为零 仍不愿撤销81年度的税单 国税局也难成为侵吞名产的强盗 国税局还联手行政支援署 于109年8月21日 拍卖太极门的修行道场预定地 并收归国有 税行分绩效 领奖金的目的 太极门税务案件 一开始就是区域制造出来的假案 致近已近25年 在此呼吁蔡英文总统 您是三军的统帅 是全民的总统 您应该主持公道 要求国税局 还太极门清白 归还太极门的土地 您这样做 还可以改变税务风气 让人民不再遭受税务迫害 功德无量 非常谢谢黄先生的分享 正如黄先生所说 官方部是有错就改的楷模 那其他政府部门 是否也能学习好榜样 拿出良心 有错就改 这才是人民公仆应有的操守 到底我们的税务制度 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邀请退休教师叶小姐 来告诉我们 好的 大家好 太极门冤案被立法委员赖湘林 称为世纪大冤案 黄俊杰教授称之为法税228 吴景清教授更叫他为法税照妖警 大家可曾想过为什么 96年7月13日 最高法院判决太极门 不罪不欠税无违反税捐期征法 并认定弟子的禁施礼是赠予 依所得税法属免税所得 清清楚楚是赠予 税单不就应该撤销了吗 国税局因自动依行政程序法 第117条自动更正撤销 立即终结冤税 但太极门修信圣地 却于去年被违法拍卖 强行收归国有 国税局仅凭侯宽人的违法起诉资料 未经实质查核 就违法开出税单 排卫的税制就是这样 9000多条的解释含令 没有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 都是国税局说了算 税法从民国30年延幼至今 已经不合时宜了 人民对税单有疑虑 依法只能采行政诉讼方式究竟 太极门冤税案因此长达25年的救济之路 虽然在行政法院及财政部诉论会 18次裁判太极门胜诉 但国税局从来没有依照撤销意志 检讨 只是更改税额 便再次发单 时任立法委员的田秋景 曾经感慨地形容 太极门的案件 就像希腊神话里的 推着石头上山 快到山顶又掉下来 快到底了又掉下来 这样周而复始地转转转 我不知道我们的国家到底怎么了 怎么会让人民这么痛苦呢 在美国人民只要付60元美金 就可以申请诉讼 且法院会做出明确判决 反观台湾 人民得先缴一半的税金 或财产担保 否则就以拍卖 拘体 管收 限制出境 来处罚人民 就算在行政法院获得胜诉 也不会撤销原课税处分 因为行政法官不做终局判决 以发回原课税单位 另为司法制处分 造成万年税单 我想请问小英总统 一个国家救济制度 心头虚设 税制成为剥夺 人民生命财产的工具 台湾还是民主法制国家吗 面对这么不合理的税务救济制度 我曾写信给小英总统 但我不知道总统是否真有看过信 因为回函总是回复 以转往相关单位处理 最终至中需国税局 千篇一律的制式回复 20年来总是以 同一个王法裁判的谎言回应 令人愤怒与失落 官员怎么能这样呼噜人民的陈情呢 太景们约税案 历经了一千多位法官的审理 延宕25年人未得平反 其间一再的做后续的重新调查 行政机关也一再的承诺会做 撤销税单处分 但25年过去了 人继续在骗总统 骗立委 骗全国的百姓 欺上埋下 冲撞一府五院 假的真不了 真的假不了 正如时任立委 朱立伦所说的 正义站在哪一方 已经很清楚 国家在耗费 如此庞大的社会资源 是在做一件 没有意义的事 谢谢大家 真的 一人之错 全民遭殃 国税局只要依法 撤销违法税单 就可以了 而行政救济的失灵 更造成了万年不死税单 让百姓陷于痛苦深渊 国税局官员 宁愿浪费公帑 和庞大的国家资源 也不愿意认错 和及时纠正 难怪 太监们师徒 坚持着修道人的决心 要频繁假案 敦促政府 落实转型正义 接下来 我们邀请到一位黄小姐 她是一位 安分守己的上班族 为什么她要站出来 呼吁政府改革税制呢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在太极门冤错奖案 发生以后入门 练功至今二十年了 我们全家三代都一起来练功 身心都改善很多 师父带领我们用文化交流 走遍世界各国 受国际各界人士赞扬 被誉为台湾亲善大使 促进了国与国之间的交流 帮助台湾走向世界 不管国内 国外的文化交流 每次都是我们自己出钱出力 师父教导我们 爱自己 爱国家 爱社会 根本就不像当年侯宽人检察官 所做的不实报道 我们大家都有申报过所得税吧 都知道我们今年五月 是申报去年109年的所得嘛 那照理来说 85年的税 应该在86年的五月申报才对啊 侯宽人怎么能提前在85年的12月19号 就随便认定说我们漏税呢 再者 85年12月19号 侯宽人检察官 检掉违法搜索太极门当天 就散布布实讯息 隔天各大报纸 就刊登太极门炸财31亿 但根据所查存部的银行 在85年12月28号 韩副检察官的冻结 与案件相关的两个账户金额 总共只有61万多 这31亿 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啊 前退休机和黄坤光老师指出 太极门浸施礼 是受证取得的财产 属于免税所得 无罪 无欠税 根本不需争论 检察官与国税局 把他投入课税里面 显然是违法课税 太极门假案 属于非法课税 本来就没有的税 就要撤回注销 也不是国税局更正为零 这和刑事判决一样 只要主体课题错误 适用法律错误 就应该把原判决废弃 而不是发回更审 从头到尾 都是基增机关的错误 但现在行政机关 不理不睬 以为这样就可以了结 实在令人气愤 试想 一个大学刚毕业 月薪只有两万多 要怎么生活啊 有个百万网友票选为 赴税人权迫害案件 第九名的李永贤案 他在民国一百年八月 首次购屋自己住 只因错估了贷款 给自己的压力 但是他有自己住的事实 只是没有将户口迁入 不得已要把房子卖掉 卖掉房子的所得 扣掉房屋 地价 土地增值等税 剩下不到十万元 虽然奢侈税已经停止施行 但李永贤仍持续每个月 要被扣款两万多 所以我要呼吁大家 一定要支持平反太极门的冤错假案 因为太极门不是个案 我们放任一个违法官员的造假 等于全国民众都认同违法官员 可以继续造假 最终的结果 就是我们全民一起遭殃 因为这样无中生有的税单 会出现在你或我的生活中 谢谢大家 人生有几个二十五年 今天我们这群花架之年的师兄事件们 坚持的就是师父所教的 要真正爱自己 爱自己的国家 当国家有需要时 一定要挺身而出 如今国家机器出现了问题 太极门冤案绝对不是个案 少住官员的违法 却造成国家无法计算的损失 更让多少人留下终身无法迷糊的遗憾 修道之人 秉持着正义之心 拨乱反正 坚持真理与公道 观众朋友 让我们一起用爱 支持台湾法粹改革 呼吁政府落实转型正义 为下一代创造更美好的民主法治社会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 欢迎线上的大家 持续关注更多的讯息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欢迎线上的节目 欢迎线上的节目 我们下次见啰 欢迎线上的节目 我们下次见啰 欢迎线上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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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次见啰 欢迎线上的节目 欢迎线上的节目